台北車站大廳四周圍起封鎖線 清潔人員忙消毒 台鐵首次大動作拉起封鎖線 台鐵說是為了消毒 才會在周日的晚間 在這廣場拉起封鎖線 不過他們的動作時機點敏感 因為當天一工才在這裡 舉辦大規模的活動 當然不舒服 每個人的相反有不一樣 有政府的規定 我們又互相尊重 他們的相反有是不對啦 因為目前有疫情嗎 現在疫情的話 這樣是不要吧 也有不少網友 在台鐵的官方臉書下留言 說乾脆把台鐵整個封起來 最整潔 看你們要打掃幾天 這種爛藉口騙小孩還可以 北車黑白隔大廳 接近與否整以持續延燒 5月23號先是有近500人 參加座報北車活動 隔天穆斯林開摘節 又有許多移工 坐在大廳周邊聚會 過去其實消毒的時候 是選旅客比較少的時候 但是昨天因為早上人很多 然後他為了要趕快 再把他清潔結束掉 所以才會先圍起來 增加他的速度 這個是台鐵應該要去好好的 重新去把他規劃好 目前還是管制嘛 因為在防疫期間 在開放的時候 一定要徵循各界 能夠提出最好的方案 北車大廳首度拉封鎖線驚動民眾 台鐵深夜緊急回應 只是暫時的 但似乎人是滅不了 部分網友怒火 記者證人鍾林恩如 台北報導